但是我遇過一個伯伯 他其實他的合作度非常的好 我們叫他量血壓什麼的 他都很乖的 每天都去做一些這個監控的動作 那只是說他這個是一個洗腎 再加上糖尿病慢性高血壓的一個病人 那因為洗腎的病人 其實大部分都是會有高血壓的 因為這個是腎的關係 那他在這個 他其實洗腎都會有這個柔管 那偏偏他其中一個已經快壞掉了 所以我們又幫他做了另外一隻手 也就是說他兩隻手都不可以量血壓 那伯伯又說 那我怎麼測量我的血壓 他就很聰明 他就去量他的腳 兩腳的血壓會比兩手的血壓來得高 這個是 然後再加上我們身體的位置的關係 那他說他量起來說 他回來有一次回診說 醫生 我的血壓都好了耶 我說怎麼可能 他說我們現在量最高最高的血壓 都只有120耶 我的松松壓都只有120 我想說慢性血壓 慢性高血壓會好 後來再去做一個檢查 我想說不太可能 去做一個這個動脈的攝影才發現說 因為他有 所以他兩隻腳去量的時候 他的血管沒有辦法說 很好的收縮 所以我們量不出正確的血壓 所以指數會低 對 所以他量不出正確的血壓 那偏偏他心臟又有一些問題 所以安排心導管之後進去一量 對 差太多的指數 對 其實差太多 120跟200其實是差非常多的 那這樣子的病人怎麼辦 後來因為他其中一隻已經 肥溜掉 就是他的這個洗身管已經壞掉了 所以後來就是讓這個洗身管 就讓他自然的壞掉 我們就用這隻手量血壓 然後去做控制 所以不要被機器騙 也被自己騙 而且他很開心 我好餓 對 跟他一樣 好 醫院裡最怕情緒暴衝好失控 其實有很多就是 從來不檢查 那第一天來看腎臟科醫師 第一天醫師看到報告 就跟他講 你要洗腎 那個病人跟家屬是非常難接受 他們可能會抱得痛哭或什麼 我就記得我那時候 那時候還是一個小醫師 住院醫師 內科住院醫師 還沒有選腎臟科 那時候我在守那個內科急診室 那那一天就來一個六十幾歲的阿嬤 那來的是剛開始的時候 女兒帶來 來 阿嬤就是一直嘔吐 一直都很不舒服 然後那個接著不久 他兩個兒子兩個女兒都來了 那一家人 那時候第六感覺這個 這一家人應該不好 因為男生是赤龍赤鳳的 然後女生也是那種感覺就是 很誇躁 講話很快 然後很多那種很江湖味道很濃的 那後來阿嬤抽血報告出來 尿毒好 尿毒素很高 那我就想 可是他從來沒有在我們醫院看過 那我問阿嬤 阿嬤就是說他以前就是 常常會那個這邊痛那邊痛去 診所打個止痛針 他經常在打止痛針 可是以前的腎功能都沒有抽過 是第一次看就很高 就要洗腎 那我就跟他講說 我就輕微解釋一下說 阿嬤尿毒好高 可能要洗腎了 那我會再找腎臟科 那兩個女兒就抱著 阿嬤已經很累了 阿嬤都說我不想洗腎 可是兩個女兒就抱著阿嬤在那邊痛哭 阿嬤你要堅強嗎 你要堅強 那兩個兒子很兇 講說為什麼會洗腎為什麼尿毒症 到底為什麼 那我說我也不知道 可能要再檢查一下 那我說 可是譬如說 經常打止痛針 就可能會傷腎 他們就開始找到理由 就開始罵那個診所的醫師 愛賺錢也不是這樣子 為什麼要把我媽媽打到要洗腎 你知道洗腎很貴嗎 那這個錢到底誰要出 他們兩個兄弟就很生氣 那我跟他講 我在想說慘了 我害了那個診所的醫師 我跟他說報告還沒出來 也可能是糖尿病 可能是其他的原因 不能 那結果 可是他們還是無法接受 還一直罵 我們一定要那個醫生賠償什麼的 直到我說了一句話 他們就安靜下來 我說 怎麼這樣 反正他們就安靜下來 那後來 後來那個總醫師 腎臟科總醫師下來 我就提醒那個學校 這家不好的人解釋要 稍微解釋病情要注意一下 那個學長也是很有經驗 就跟他講說等一下阿嬤要打一個管子 然後要去洗腎 但洗腎有風險 第一次洗腎尿毒膏 有時候會昏迷 會發生吊血 這些就跟他解釋得很嚴重 因為怕有一些 那後來不久之後 他就收上去洗腎了 那後來是洗腎室的護理 護士小姐跟我說 他說阿嬤那一天 因為那個開始上去洗腎之後 就很舒服 因為尿毒就洗掉了 那阿嬤就慢慢慢慢就睡著了 可是他女兒在旁邊 因為那種意思是說 他會洗到會昏迷 會死亡 他媽阿嬤睡著了就咬醒 那阿嬤剛才只會睜開眼睛 跟他講講話 可是最後到了 大概洗了兩個小時 他們搖阿嬤 阿嬤就沒有睜開眼睛了 他們就趕快叫洗腎 趕快推急救車 說阿嬤昏迷了 就推過來 那推過來之後 全部都要講 阿嬤眼睛都睜開了 阿嬤說 我只是在睡覺 我好累 你們不要吵我 你只是睡著了 那這家人還滿關心她的 太緊張 在我們急診 情緒的東西都很多 像有一天就有一個 她看起來就是 外觀是很整潔 然後看起來像高階主管 然後氣質也不錯 那她一來就是說 她終於看到我了 她有點急 我就說你怎麼了 她說 我覺得我應該是 恐慌症發作 所以她也知道她有恐慌症 那我說那我先給你吃個藥 她說不要 她用打針的 我說好 那我就給她打一個短效的針 那我這個針打下去的話 大部分的人會睡著 那如果是恐慌症的人 可能就靜下來這樣 那我就先放她在旁邊 那可是那天病人太多了 急診病人太多 結果過了一會 她就往護理站那邊 然後就說她要回家了 我想要趕快回家 那護理站的護理師就說 我沒有辦法直接讓你回家 還是要 那結果她就很生氣 所以她就載到旁邊坐就等 可是我那時候真的沒有辦法去開 讓她出院的東西 我還沒辦法評過 因為病人太多了 又有很多很緊急的 結果後來她又跑到護理站 那時候我正在看另外一個 那個胸痛 看了像心肌梗塞的病人的時候 她就把她回護理站 她就說你們這個是什麼效率 到底有沒有專業 醫療是服務業 結果她就直接把那個病理 病例就直接砸我的護理師 砸到頭 太誇張了 對 就直接砸 對 拿起病例就砸 然後那時候我們覺得 怎麼會這樣子 那時候我就趕快叫警衛 然後我們就報警這樣子 後來這個就走法律 這樣 那可是就是醫療太簡單 醫療太簡單 太容易取得的時候 大家都少了尊重 我不認為醫療是服務業 我認為我們是專業 還是要尊重專業 是啊 怎麼能當服務業 對 這就讓我想到 我昨天才看到一個新聞 就英國有一個男子 他長智齒 然後就牙很痛 然後他排不到看牙醫 他就這樣拖了九個月 後來他說他每天要吃紙通 跟喝酒 餐 睡覺 最後要自殺了 對 就因為牙醫 等不到牙醫 等不到 所以是台灣很幸福 台灣看醫生 什麼 真的 九個鐘頭沒看到 大概就死了 九個月 醫生就死了 醫生就死了 醫院是很多負面情緒 衝刺的地方 包括病人本身還有家屬 那我自己的案例是有一個 70多歲胰臟癌的一個婆婆 那她是內科的會診 那內科會診來 我們就去解釋病情 那兩個 他有兩個兒子 那兩個感覺都還滿 有禮貌的這樣子 那我就解釋完 解釋完之後 後來我解釋完就走了 大概隔了大概10分鐘之後 那個內科醫師打電話給我說 陳醫師你剛才到底 怎麼跟家屬解釋病情的 現在家屬在我病房裡面打架 然後兒子在那邊打架 我說我就回去 回去了解病房了解 怎麼一回事 然後他們又很有禮貌的跟我 而且他們打的時候是在 打到兩個壓在地上打 然後驚動到隔壁床 要兩人一間 後來我回去的時候 再問到底什麼原因 就是說一個覺得要給阿嬤開刀 一個覺得不要給阿嬤開刀 然後從這時候 我大概知道 他們其實從以前就有一點不合 那其實已經不太愛往來 是因為阿嬤已經要生病 這個東西 我召集家屬他們才來這樣子 好 那這事情就結束 而且他們隔天 還買了那個水果啊 什麼東西 送隔壁床的人 還送護理人 我感覺很有禮貌 你覺得這樣沒事了對不對 對 結果後來 好 阿嬤開完刀進家戶病房 進家戶病房出來的時候 要轉出普通病房 我又再叫家屬解釋一次病情 解釋一次病情之後 我隔了20分鐘之後 我走了 20分鐘家戶病房說 你的家屬又在外面又打起來了 這樣 然後我就到底怎麼一回事 我就回去 問了一個問題 問到底是怎麼樣 你們又打起來呢 到底怎麼樣就去了解 結果是 他們在討論 一個是說阿嬤要 比如因為他轉出有時間嘛 一個是下午 一個是晚 就是為了下午後晚上要轉出去 然後轉出去 第一天要誰顧 這個也在吵 後來總共 這個是第二次 他們總共為了這類似的事情 打來事情 包括阿嬤什麼 要不要做話 然後要不要選擇這樣 我後來學乖了 自然這四次之後 我後來學乖了 我每次現在 我都不召集家屬解釋病情 我都直接電話通知說 你媽媽 我已經跟她解釋過了 她決定要怎麼樣 我現在告訴你 對 結果才找醫師打架 對啊 討論是以後可以用一個擂台 對 對 討論陳醫師代白很多時候 請問這一個問題 其實我們平常看診 都還滿心平氣的 但有時候遇到一些暴衝的病人 有時候我們自己真的火 也會被跡象啦 那其實就有一個 五十幾歲的男性 那第一次來主宿是說 她生殖器長一個小水泡這樣子 那問會不會痛 其實也不會痛 也沒有任何的性接觸食 後來第一次理學檢查 看起來包皮有點發炎 龜頭那個地方有點紅腫 所以我就第一次 又對她做了一些衛生教育 告訴她怎麼去 讓保存那個地方乾燥 開了一些藥膏去給她 那兩個禮拜後她回診 其實就很不客氣 她直接就把門這樣 就推開 推開完之後就開始對我咆哮 就說 醫生你上次教我那些 一點用都沒有 那她就說 那現在該怎麼辦 然後我心裡想說 那我還是要看一下那個地方嗎 我就跟她說 那不好意思 那請你我們再做個理學檢查 你脫下一下褲子 我稍微看一下 然後她就說 你兩個禮拜前不是看過了嗎 為什麼現在還要看 但是我不曉得現在進展到什麼時候 對 然後 可是那時候我剛好 當天我就是剛開完刀 其實也滿累的 心裡也不是很舒服 所以我就反而嗆他一句話說 我今天已經看完100個病人了 你怎麼會覺得 我還記得兩個禮拜前 你龜頭長的樣子 對啊 真的 對啊 不過後來她還是乖乖的 脫下褲子讓我檢查 檢查完之後 其實那個水泡已經變小了 其實她只是 對 可是後來我都覺得她沒有尊重 我轉接剛好我的好朋友 是皮膚科的主任 我就說 不然我幫你轉接到我好朋友 皮膚科主任那邊去好了 我聽那麼多 現在人壓力不大 就希望大家看著的時候 能夠少一份怒氣 多一份禮貌 跟體諒 讓我創作會良好的 衣柄關係 跟環境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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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趕快去看啦 這真的有危險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 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